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他们不知道有些智是真的不能点 因为那是你的财运和运气 假如你把它点掉了 你的财运也会跟着被破坏 那哪些智是身上隐藏的财富智呢 大老接下来带大家了解一下 一 太阳学上有智 太阳学在上学中被称为迁移工或驿马工 代表一个人的旅途 远行 升迁以及移民等等信息 如果说这个部位有了大的伤疤 或者是颜色发黑的遏制的话 那就表示他们的运势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尤其是经常在外面跑生意的人 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挠 收入甚微 但如果这个部位长得是颜色有些红润的小智 那就算是极致 是极向之招 有这种志向的人聪明能干 事业心很重 通常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实力 在职场或生意场上站稳脚跟 闯出一片天地 再加上他们财运很好 做事情比较容易成功 赚钱能力自然也是厉害 一生不缺钱财 二 拳骨有志 拳骨在相学中是代表着权力和威严 而女人的拳骨除了代表职拳以外 同时也还能从拳骨看起老公的一些信息 如果说拳骨轻微有些凸起 并且有肉包裹 颜色红润 也没有任何的疤痕破坏的话 那就表示此人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或者是权力 能够有较高的收入 而且人脉资源极好 能够得到贵人的扶持和帮助 那么在全骨部位长智 并且智的颜色是黑亮而不是灰黑的 这种人一般财运都非常好 做事情比较容易赚钱 不会因为钱财而犯愁 他们聪明能干 反应快 又具有经商头脑 善于交际 一般都有好的人际关系 所以赚钱对于他们而言是很容易的事情 三 眉中藏制 眉毛在相学中代表兄弟功 虽然没有其他部位重要 但也能通过眉毛来了解一个人的运势以及命运 眉毛顺滑而又浓密的人 通常运势都不错 那么眉毛的中间有致 有眉里藏经之说 无论男女都非常聪明能干 具有大智慧 赚钱能力一流 因为眉毛里面长的智是暗智 古代志向学中有说 暗智比明智要好 有暗财的意思 那么眉毛里面有智 也就表示此人正财偏财 都比别人略胜一筹 一生不缺钱 下巴在相学中代表田宅工 在古代是跟田地住宅有很大的关联 在现代的话则代表动产和不动产 以及财运和运气等等 下巴长得圆润饱满的人 一般都有较好的运势 尤其是偏财运方面 总能够收到意外之财 下巴长志的话则表示 此人财路宽广 运势较好 赚钱门路很多 他们大多数家境优越 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 又能够得到父母长辈们的支持和帮助 这种志向的人才越好 能力强 不仅正财进账快 偶尔还有一些意外之财到账 所以他们的生活大多都是富裕的 五 头顶有志 头顶上长志是长在头发里面的 也称作是暗志 长在头顶的志是发财志 也是贵人志 有这种志向的人比较少 也不太容易被发现 这种志向的人聪明灵力 能力强劲 财运也好 无论从事什么行业 做什么工作 都可以赚取很多的钱财 日子过得逍遥自在 他们不仅自身厉害 赚钱能力超强 身边还有贵人相助 在自己有需要的时候 为自己提供支持和帮助 使他们的事业进展顺利 工作职位升迁很快 六 脚底有志 都说志一藏不欲漏 志越长在不显眼的地方越好 脚底有志的人聪明灵力 学习能力强 具有特殊的天分和才干 如果能遇到薄乐的话 会成就一番大事业的 他们大多都有利于在外移动赚钱 比如常常出差 或者是坐航运和行船 脚底有志的人一码都很重 通常总会有许多外出的机会 在职场中更是有呼风唤雨的本事 不是公司领导 也是自己当老板 拥有较多动产和不动产 这种志向的人不是特别精明 但却很会做人 低调谦逊 容易得到身边人的支持和帮助 因此也更容易在事业上做出一番成就 七 野窝下有志 野窝下面如果藏有志的话 就如同是富贵暗藏 叙事歹发 一旦有了好的时机出现 立马牢牢把握 他们在年轻的时候 可能也会吃些苦头四处碰壁 不过慢慢成熟以后 也懂得如何在这世上站稳脚跟 这种志向的人一般早年并不发达 甚至可能比别人过的还要差一些 但是越到后面机会越多 自己的能力也更强劲 算得上是天时地利人和 很快在职场闯出一片天地 如果平日里懂得理财 尽量不要盲目投资的话 可能会坐拥更多财富 八 脖子后方有志 很多人都认为脖子后面的志是苦情志 不利于感情发展 殊不知这是一颗大大的极志 表示此人有过硬的靠山 无论是在职场还是商场 都会得到别人的支持和帮助 很快发达起来成为有钱人之一 这种志向的人平常不显山露水 但是到了关键时候 却能一鸣惊人 脖子后面有志 称作是乌下藏金 也是一颗发财质 代表此人有坚实无比的靠山 无论是从商还是从政 都有非常得力的贵人相助 使他们这一生过得比别人要轻松许多 脖子后面长智的人行事低调 不显山露水的 即便自己有再大的成就 也不会轻易展示出来 更不会因此就炫耀自己 他们从小就具有远大理想 学习刻苦努力 长大以后工作中也很卖力 但可能会因为自身性格不太好 年轻时脾气很臭 导致前半生没有太大成就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成熟起来 在事业方面也进展得越来越顺利 财路也更加宽阔 再加上有好的财运 所以也就注定他们是一成功之人 9. 臀部有志 臀部长智属于引财智 代表其人福气和财运好 臀部长智的人大多数早年也不是很发达 属于平庸之辈 不懂得利用自己身边的人脉资源 性格太过耿直 不会变通 因此会错过较多机会 这种志向的人通常到了一定年纪 也就逐渐成熟稳重了 慢慢懂得成功的意义 并且为之努力奋斗 再加上自身财运不错 又有好的人际关系 一般都是比较容易获得成功 拥有丰厚的财富 10. 肚脐下方有志 肚脐在相学中代表着智慧和福禄 一般肚脐宽阔为好的面格 如果肚脐下方一点位置长有志的话 通常都称为发财志 代表此人一生财富满满 衣食无忧 如果是女性肚脐下有志的话 则有望负面 自身财运好 能力强 而且结婚以后对夫家的贡献也很大 如果是男子肚脐下有志的话 表示其人一生财运特别好 无论是正财还是偏财 都有很不错的收入 这个地方长智的人聪明伶俐 具有智慧 一般在职场中都是很厉害的人物 即使出生在普通家庭 也能通过自己的实力去改善一切 再次重申一下 因为不断有朋友问 如果身上有不好的志 是不是点掉就好 这个观点大佬不赞同 毕竟人一生有不同的食运 当时运变化时 对人体就有相关的影响 比较好的志就如画龙点睛一样 特别是大运对整个命局产生明显的影响时 就会在外在由纹伤制破来体现 并不是因为这些体现而产生运势 就如有的人运势变化影响是长流子 是不是把流子切了 运就不变化了 又如有的人长期熬夜有黑眼圈 是不是通过手段把黑眼圈去掉了后 熬夜对身体的坏影响就没有了 男人身体志的位置和命运 在志向中一般认为显露的志为胸志 隐藏的比较隐秘的志为极志 所以也有人说面无善志方为贵 因为面上的一般都是裸露可见 所以古人也认为面上没有极志 这个倒也不一定 还应该从志的大小颜色来判断 关于志的颜色一般认为 黑者胸 红者极 黑而墨 赤如珠 应缘高者方贵 中平小贵 具体来说就是色则好 而且风云隆起的志是极力之志 茶褐色或者黑色的志为死志 如果颜色浅且分散 形状扁平更是不极力 除了颜色有极胸之分 位置也很重要 所谓红在黑旁画胸为极 下面就来看看 在男人身体不同位置的志 又代表什么意思 一 天庭有志 男人的额头圆润饱满 是很极力的象征 天庭主归是官吏功 主事业官吟和功名 要看一个人的官吟如何 一般就是看他的额头骨相 好不好 男人的额头 如果前额后实耸立 方正饱满 一定是出身良好 这样的男人一般天生聪颖 能言善变 在学业功名上 能够早早 战路锋芒出路试图 少年得志 在事业仕途方面 大多能加关尽绝 官运横通 运势顺利 是大乎大乎之下 如果前额有黑志 恶志 恶文 在做事和事业生存方面 则容易受到阻碍 为人运势会受到压制 有怀才不遇的遭遇 健康方面也会妨碍 要多注意 二 鼻子有志 鼻子主财富属于财禄功 如果男人鼻子上有志的话 一般财运不会很顺利 女人鼻子有志 一般是对感情和婚姻运势 影响比较大 夫运不佳 男人的话 一般是异性缘比较丰富 多桃花 对男女感情知识比较热衷 在财运方面 不易聚财守财 如果志的位置在鼻翼的话 要注意 偏财容易受损 中年可能有财政危机 以破财散财 三 眼角有志 男人眼角的位置是一株桃花位 在面相中称为尖门 又称为妻窃宫 这个位置主要与男女感情 与夫妻关系的状态有关 如果这个地方清明灵澈 在感情上的波折会比较小 在感情关系上能够稳定顺利 在婚姻中能夫妻和睦 婚姻幸福 而如果这个地方有疤痕 乱纹和黑质 对主人的感情婚姻会带来无力影响 在男女感情方面容易陷入纠葛 比如三角恋 插足他人感情 或遭第三者插足等 婚姻上容易夫妻不合 爱情婚姻破例 四 耳后有痣 耳朵长得圆润可爱 鲜艳明亮 且耳垂厚水 都表示此人聪明伶俐 反应灵敏 兼有长寿健康之下 面相中一般认为 看不到的痣都代表着极力 痣在耳朵的不同位置 也是有疾有凶 痣在耳阔中 表示此人能俯禄双全 耳朱有痣主才 但是此处的财太过显露 来得快去得也快 比较难把握 日在耳后也主财 此处的财富是暗藏财 代表隐藏的财富 如晚年运势急顺 一属无忧 五 拳骨长治 拳骨在面相中代表 一个人驾驭权威的能力 高耸隆起的男人具有事业心 在事业上更能获得权力 能够掌握主导权 居于上位 这样的人不管是在官场 还是职场 都能够把自己的领导能力 展示出来 具有野心 尝试职场升迁中最活跃的人 如果男性在拳骨上有志的话 在人际上可能会遭遇一定的阻碍 虽有出色能力 但是行为做事高调 容易遭人妒忌 导致事业升迁受阻 要注意防小人的同时 也要注意调整自己 待人处事的态度 六 下巴有志 下巴是田宅公 主富贵财路 男人的财产丰厚与否 与下巴的长相是有一定关系的 下巴长得丰润圆满 方正厚实的男人 这种男人一般受祖辈的福音 能够继承丰厚的家产 不过就算是出身平凡 在财富方面也有很不错的成就 对田宅屋舍方面的财富商机 比一般人更敏锐 这样的男人不动产多 适合做房地产投资 如果男人的下巴四周有志 在实陆和财富方面会有不错的运输 但是要注意学会管理财富 和提升自己的情商 在言语天赋上 要注意提升交流技巧 不然很容易受到流言攻击 与他人发生口语情分 甚至关飞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精净 也愿意识效 期待下期 雨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